我們是 結果呢 現在我們就是聊天聊到一半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新朋友進來了 那新朋友我認得 那新朋友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總 他一進來之後看到小紅 結果我這個朋友 他說 紅董你怎麼也來 你認識誰 你怎麼也來了 我這個朋友他其實是 就是這家上市公司的供應鏈 他這個供應商 他雖然沒有上市 就是說紅董的公司雖然沒有上市 但他其實在業界 還是有一定的規模 對 現金最多 不用跟股民交代 沒錯 自己花 自己合銷 對 他其實就是想要自己賺更多 他覺得公司獲利很好 我幹嘛去資本市場去投資呢 對 當這個上市公司副總 一叫我朋友叫紅董的時候 這個外商銀行的 對 高階主管 對 他就說 我覺得他就是露出很驚訝的表情 這種董自輩就更敏感 對 你對我這樣 OK 沒錯 然後後來他就是 還是有跟他爭取一些 他就問我朋友就問小紅說 那你有沒有其他公司有一些 需要貸款 或者是你個人 有沒有什麼理財上面的一個需求 然後我朋友就說 不用 謝謝業地會幫我打理 對 很可惜 可惜了 對 可惜 對 我也有認識一個那個 就是大小眼 非常嚴重的一個活動展場主持人 你知道這種活動主持人 他就是必須 靠跟藝人建立關係 如果我今天跟他熟了 譬如說我跟皓然姐熟了 皓然姐如果有活動 他就會指定我 因為我跟他聊得來 活動上會有火花 所以他只要看到大排藝人 絕對是非常巴結 如果那一場他看到藝人 就是沒有名氣 連在後台那個藝人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某某主持人 我們可以等一下要來什麼 要來順個稿嗎 這主持人就說 我等一下說什麼 你就順著我說就對了 不用順 就這樣 他說我主持很久了不用順 懶得比那個小排藝人 但如果今天是非常知名 廠商很喜歡 各大活動都有的大排藝人 虛寒問暖 還幫他照顧他媽媽 然後來之前就幫他買好果汁 養生果汁 他如果這個大排藝人不在台灣 他會傳簡訊 就問候他媽媽說 媽媽你今天吃了嗎 幫他照顧家人 因為那個大排藝人是單身 他出國了 他就會幫他照顧他的家人 後來這個大排藝人 比較漸漸的活動比較少 因為藝人也都一陣一陣 取而代之 有另外一個模特兒更紅了 這個模特兒是有小孩有家庭的 這個展場主持人 馬上見風轉舵 就是討劇跟那個模特兒很好 這個模特兒他就會跟他講說 你趕快出去約會 你趕快出去約會 我每天 我每個禮拜有兩天 都可以幫你帶小孩 你跟你老公出去約會 所以那個模特兒 跟他老公兩個人去看電影 吃個甜蜜大餐 他就在這個模特兒家 幫他帶小孩 這個之前的那個藝人 打電話給他 他就不接 要不然接起來就說 不好意思 我在忙 我明天有很重要的活動 沒有辦法跟你講 這都算了 重要的是 他會洩漏前面那個大牌藝人 很重要的私生活 還有他的價碼 給新的這個模特兒 讓他知道對方的一切 所以這種人才是 這個才是要小心的地方 OK 崔芬老師 佼佼 我覺得人各式各樣 各有為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們在職場求生存 眼睛要利 要分辨各種不同人 另外一個心思要細一點 要了解他背後的一個想法 另外一個反應要快 我們就趨吉避凶就好了 OK 職場和混口飯吃 就重劍就划不來了 謝謝四位來賓精采的分享 謝謝